字幕 李宗盛 小心點 時間過得很快 看著這隻一天一天那麼大 不是說Chris突然有這麼心情 我還未預備好的 我記得我小駝的時候 又怕早產 又怕我吃錯東西令他不健康 我最重的時候 170磅 我連鏡也不敢照 Chris 你等等 你又不用這麼誇張 剛才聽你這樣說 其實你只是擔心你 和你的小朋友 有些身心健康的問題 總之人生就是很難 其實也不是很難 跟你介紹一下 全新開出的新城健康家 一個全方位的健康資訊台 裡面會提供很多女性懷孕朋友 和育兒資訊 多點上去看看 包你什麼問題都好了 先 不如這樣吧 我稍後再發給你 這個時候不如我們先試試吧 也好 走 走 走 全新推出新城健康家 全方位健康資訊平台 創建健康生活新型態 為香港人注入健康動力 我希望我小朋友的世界是彩色的 讓他們有選擇 選擇自己喜歡的顏色 看著自己小朋友學習得很快 比較不幸的小朋友 有眼疾等待救援 直接影響他們學習的機會 2017年 去了越南 奧比斯 跟當地的醫院 就開始一個 早產嬰兒視網膜病變 合作的計劃 教識他們的眼科醫生 及早發炎檢查這個病 給他們適當的治療 支持奧比斯 每月捐款 幫更多小朋友 體現彩色人生 其實是線條精 條精 哈哈哈哈 新城財經台 UR級豪華陣容 五人聯防 攻守兼備 即使搏擊 組合攻擊 進擊股場 開市直擊 大打全能 有球必應 選股問盤 高手出招 投資三叉擊 投資高手 鎮守中路 最強越市能力 師傅講講股 後防補位 高速反擊 收市講一回合 最強新星 潛力賞場 訂閱新城電台App YouTube新城Play Facebook財經直播專頁 一按隨時重溫 專享提示直播一足即啟 和投資高手 互動過招 請訂閱 請訂閱 阿凡 怎樣?晴晴 不經過我們做風味旅程 做了一段都幾長的時間 幾年了 但是最近的疫情 你有沒有發覺食肆 其實都經營得很辛苦 真的 我們很多餐廳 跟他聊天訪問過之後 都找不到 但是有很多在 所以留得低的 應該都是好東西 這些好東西 我們就在 申請一個全新的平台 和大家推介一些 好好味道的餐廳的菜式 還有好東西給大家 有多些優惠 甚至乎有東西送給大家 這個節目就叫做 智希好風味 對 星期四晚上9至10 好 又來到我們 《他他他的都市生活》的心事直播 今天坐在可宜和Crissey中間 就是有不怕醫生 Hello 你好 Hello Dr. Andrew 醫生 今集我們最主要說 其實香港人都厲害 儘量吃得健康些 吃素等等 還有用不同的烹調方法 希望減少油脂的吸收 但是其實你吃得不聰明 一樣吃素 或者你蒸東西吃 其實用錯方法一樣可以不健康 今天集中講一下這個題目 好的 有否想過吃素呢 我想問問兩位女士 其實我來不來都喜歡吃素 好像清晴腸胃 就好像沒有那麼輕鬆 感覺上 其實是否真的呢 吳醫生 其實吃素都有很多好處 例如素有很多纖維 腸胃比較暢通 另外素整體來說 它的熱量可能比較少 沒有那麼多油份的話 腸胃比較舒服 也對健康也有一定的幫助 近年 可能大家從上健康 就會聽到很多名字 就是Vegan 或Green Monday 食齋等等 但你看回以前 可能很多時候 食素都是真人 但我眼見到 他們都肥肥白白的 身形都絕對不講不上籤獸 其實食齋 我們都是否有些東西要留意 譬如 齋不代表一定清淡的食物 是嗎吳醫生 是的 說得對 第一就是食齋 但齋都有很多不同的煮法 舉個例 例如煎炸和醬汁 這些都是食齋的很大的秘技 雖然食材是齋 但煎炸有很多油 一樣會有很多熱量吸收 也有很多脂肪吸收 另外醬汁也有很多鹽份 因為吃齋 如果想調味的話 加很多醬汁 都會對身體構成不好的後果 因為可能它就是齋 所以烹調方面 它就要重口味一點吸引你 舉個例子 我最喜歡吃什麼呢 溫公齋煲 溫公齋煲 這是英文還是中文名 溫公齋 你有沒有吃過嗎 真的很棒 因為它有很多藍乳味的單香 就是那些醬汁 我見人家煮 好遠的肉 這麼重手 才有這個味道 吳醫生 我想問一下 其實他們用的 都是用一些比較芥花籽油 或者植物油 其實用這些油 是否會好一點 對心臟又好一點 整體來說 油份 動物油的確是差一點 所以植物油就好了 為什麼呢 因為植物油的飽和脂肪 比較少 飽和脂肪是不好的 所以植物油會比較少 飽和脂肪 如果是否也要下油 其實植物油也是一個較好的選擇 不過注意植物油之中 棕櫚油和椰子油 都是比較沒有那麼健康的 飽和脂肪 所以植物油 你剛才說的芥花籽油 花生油 那些熟米油 那些都可以的 那些都算較為健康的油 但如果我們是用這些 較為健康的油 是否多一多都不怕 還是像你說的 其實很多東西 就算是比較健康 你也要看回份量 是的 都要看回份量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油 例如用很多油 會導致食物的脂肪含量較高 脂肪 我們現在經常講心臟健康 講三膏 就是脂肪 我們是否講高學歷 高負稅 那些 女士有三膏 男士有三膏 醫生就是一個版 學歷高負稅 其實我說笑 挺開心的 醫生真是 生理貴然 我也想這樣 三膏 膽固唇膏 都是其中一樣 但是如果是吃得多的話 總熱量都是過高 都會造成肥胖 或者是糖尿 都會導致另一個膏出現 所以健康的油 都是吃可而止 都是適量 其實都 但是現在 不是經常聽人說 不要炸了 不要吃了 用很多油 所以近年 就興起這個氣炸 是的 我也很喜歡用 一開始 那些人就覺得 很方便 都放進去 又不用怎麼管 但是近年 又說有很多報告 說這些氣炸鍋是致癌的 究竟怎樣 吳醫生 氣炸鍋其實 都是一個挺有趣的繁榮 它會用氣炸的方法去做食物 的確有很多新的菜式 做出來 也可以用少許油 整體用 如果你是否都會煎炸的東西 你用氣炸方法用的油 就比你傳統的 因為它好像逼肉 自己的油出來 是的 這樣就幫助到整體用油少了 這個也叫做好過 你真的油炸的 但是氣炸鍋始終它高溫 而且它都是油的 它不是無油的 所以它做出來 也會有一個不健康的部分 所以就不贊成 所以你會常常用 你可能當作換口味 你家裡炸東西 拿不拿去吃一下 換口味 這樣就好一點 不要常常用 而且人們的氣炸鍋始終 日夜之後 如果加醬汁加了一多 都是去到預告的問題 醬汁這個問題很重要 尤其是老人家 我媽媽以前很喜歡加醬汁 不知道是不是老人家的味蕾比較少了 就是要吃一些重口味的東西 所以就很喜歡拌醬汁 沒有關係的 我很喜歡拌的 原來這個問題 莫非我已經 那些蔥油拌麵 或者那些瑞士汁拌麵 不是的 你早上去吃豬腸粉 很棒的 我要混醬 我要三隻醬汁拌上 我用豬腸粉不肥 那些醬汁 其實我等於幾碟豬腸粉 我用豬腸粉也肥 為什麼它這麼美味 聽說有些人說 加了一些豬油 不出奇 不出奇 就算我們吃那些碟頭飯 其實那碟頭飯 如果你吃叉燒雞飯 你沒有那個薑蓉又不好吃 你沒有那些 煮的那些醬汁又不好吃 但我見那些人 如果想減肥或者很健康 你真的要剔除這些東西 醬汁我想真的要割 是啊 是啊 很少 我明天有時候沒有醬汁 可能不是很好吃 你呢 你喜歡去拌醬嗎 都會拌一點 因為我都覺得健康飲食 都要持久 都要均衡 是啊 如果你太不好吃 根本你很快放棄健康飲食 結果都幫不了身體 對 沒有過量 但我想問很多吃素的朋友 其實我都知道身邊很多朋友都想 好像你們說的 是不是一個星期可以有幾天 吃素清一清 有些人就說 如果吃素 你要吃得好均衡才可以 因為為什麼呢 可能會有貧血 營養不良 不足等等 其實這個現象 可不可以講一下你的經驗 那幾樣東西 吃素 因為它少了肉類 肉類其實都多鐵質 蛋白質 是啊 蛋白質 要特別留意才會營養均衡 因為如果你不是吃素 你就可能 什麼都吃 什麼都有吸收 食素 就要注意 有三個大群組 我們叫它 食物群組 第一個就是 碳水化合物 這些飯 麵 就是一個群組 記住我強調 碳水化合物是其中一個群組 而不是食物金字塔的底層 因為食物金字塔有少少過時 你說更新的東西 對 三個群組是均衡的 碳水化合物 其日 粥粉麵飯 第二就是菜 如果是食素的人 可以注重一些深綠素材 例如芥蘭 即是菠菜 對 菠菜 鐵質比較高 對 你看到它夠深綠色 其實代表它裏面有很多鐵質 鐵質 我們人類不需要太多鐵質 可能女士經期多 就會需要多一點鐵質 但整體來說人類需要的鐵質 就不太多 那裏就會夠 另外吃多些維他命C 例如山果 橙 奇果 對 維他命C 其實有多個功能 除了令你免疫力好些 美白 美白 也是 而且它吸收鐵質都有幫助 所以吃足夠維他命C 和深綠素菜 鐵質就有保障 這是第二個群組 第三個群組 就是蛋白質 因為沒有吃肉 蛋白質是要給點心機留意 才會吸收得夠 蛋白質可以吃蛋 或者黃豆製品 即豆漿 豆腐花 對 還有豆腐 這些都是高質素蛋白 即高質素蛋白 它有營養得來 亦都是 幫助很多素食的人 均衡它的食物群 現在這三個組別 如果都吃夠 素食來說 都可以很夠營養 你講到蛋 吳醫生 我又很想問一下 因為我和家人都很喜歡吃蛋 我記得小時候 我懷疑也有些不更新的 就是說蛋 例如蛋黃 去到某個年紀之後 不是小朋友 就不知一個星期 吃一兩次好了 還是怎樣 但是去到現在 又說不是 蛋黃 蛋都是很健康 又可以天天吃 所以 都比較 一個好笑的一件事情 就是 營養學的理論 都轉來轉去 的確 以前的理論 就是蛋黃 說它蛋無層高 不過現在都不覺得是這個問題 因為整體來說 蛋黃 它不是很多飽和脂肪 雖然有脂肪 但是它不是蛋黃脂肪 所以都不是這麼大害處 這些東西 永遠都不要太過量 但是其實以大人來說 我想 一天吃一隻蛋 都不過分 以前又沒有那麼多零食 所以雙尾之下 你會覺得好像雞蛋 好像很高膽 但是現在這麼多零食 這麼多反式脂肪的東西 雙尾之下 雙尾雞蛋 不一定 今天希望大家都能夠 在醫生身上知道 怎樣吃法 或者怎樣煮法 會更加健康 我們稍後再見 大家好 我是程凱欣 每天天未光 要回去電台做我的神祖節目 原來生活很快樂 雖然我的工作很繁忙 但我怎樣都會抽時間做運動 但除此之外 其實均衡的飲食 作息定時 還有一件事 就是要保持心情開朗 都是很重要的 想要健康的身體 我想很多人都好像我一樣 會吃很多不同的健康營養產品 不過如果你問我 究竟這麼多的產品當中 哪一隻可以幫到自己 我都真的不知道 不過這些對於我來說 現在已經不成問題了 新城健康家已經推出了 裡面有很多不同的健康資訊 會提供給大家 密切留意著新城健康家 讓我們一起迎接更健康的生活 全新推出 新城健康家 全方位健康資訊平台 創建健康生活新型態 為香港人注入健康動力 我希望我小朋友的世界是彩色的 讓他們有選擇 選擇自己喜歡的顏色 看著自己小朋友 學會學得很快 比較不幸的小朋友 有眼疾等待救援 直接影響他們學習的機會 2017年去了越南 奧比斯和當地的醫院 就開始一個 早產嬰兒事務膜病變 合作的計劃 教識他們的眼科醫生 及早發驗檢查這個病 給他們適當的治療 支持奧比斯每月捐款 幫更多小朋友體現彩色人生 歡迎回到我們 他他他的都市生活的 其中一個環節叫做心事直播 很高興 我們請了心臟科的 專科梁醫生 上來跟我們講解一下 膽固醇這個問題 其實膽固醇真的很影響 特別影響心臟 之前我們剛才都講過 那些壞膽固醇 是什麼為之高 指數是怎樣 有些人就說 哎呀我好膽固醇 其實這醫生說 我有不知多少%的好膽固醇 那他就經常以為 那些好膽固醇 就可以蓋住那些壞膽固醇 就沒有問題 即是抵消了 是的 成績不好 不過粗行好 其實那是不行的 是吧梁醫生 其實就是 基本上認知是好膽固醇 就是可以 減低 就是壞膽固醇 叫做清道夫 但是理論上那個 因為始終他的幫助 就問題很大 還有我們 當然生活上 例如減肥 喊煙做運動 是可以提升高膽固醇 但是那個份量很高 所以普遍上我們主力去控制的 例如藥就是壞膽固醇 不如說一下以前醫學的技術 如何處理高膽固醇 到現在藥經很多世代 因為太多人有這個問題 相信你現在先進了很多 對比一下好嗎 最傳統的我們第一線治療就是 藥物就是他丁類 其實是不錯的 至少控制到三至五成的 壞膽固醇可以降低 亦都減低死亡率 所以相對傳統的 也是比這隻藥 現在再叫做新一點 有一個有效的 叫做膽固醇抑制劑 最主要就是減低 在腸位吸收膽固醇 多數就是這隻藥物 加上他丁類在一起 減低膽固醇也不錯 再新一點 因為有些人都未必 可能兩隻合起來都未必 控制到我們的指標 尤其是通過波仔 我們感到很低 這份他要點四流下 我們就可能要有一個 新叫做PCSK9的抑制劑 這隻是甚麼來的 本身PCSK9就是一些 叫做膽白煤 主要是處理當在肝 去影響那些 壞膽固醇的困避 新陳代謝 那這個抑制劑 去減低PCSK9 就可以令到肝去清除膽固醇 即吸收膽固醇 在血管裡吸收膽固醇 清除它的機率會大些 從而減低膽固醇 那個幅度都幾多 可以去60 所以挺好 不過他就要打針 怎樣打法呢 打在皮下 一個月打一次還是怎樣 多數就是 一個月打兩次 有些比較 有一次都可以 不過多數起手都是兩次 不過唯一就是 當然有些人未必喜歡打針 還有價錢就比較 即是比較新的藥物 都不便宜 可能一個份量都一千多元 這個是一個唯一 我會覺得是一個大的狂傷 未必那麼多人都能夠 保持一個月打兩次 其實挺是的 還有小數八長計 是 打成小 我們有沒有一些食療 可以預防膽固醇過膏 其實都有 雖然說兩三成是 好的 是的 兩三成的食物 是不影響到壞膽固醇 但是食物來說 我們普遍就要注意 儘量減低吃那些反式脂肪 即含反式脂肪菇 即例如Bacon 腸仔 我們很喜歡吃那些 其實那些 培漢類的蛋糕 曲奇 那些 加工過的那些 其實反式脂肪比較高 當然那些 即是雞皮 內臟那些 也是比較小吃 小吃 那麥皮是否真的很好 那麥皮 那相對地看是怎樣煮 如果你加很多糖 那這些當然是 如果你可以 很簡單清的 那水煮 當然是頂的 那是最好的 人生沒有樂趣 對 所以這比較差 一三七都是麥皮 剛才說的那些蛋糕 餅乾 全部都很喜歡吃 對 其實都是常見 那些人覺得蛋糕仔 餅乾 其實之前我都會 我那時候不是很特別去理 小小時候都是這樣吃 即是你都很喜歡吃餅乾 以前 現在我知道 我都盡量可以小吃 其實現在越知道 就發覺很多東西 其實都不敢吃 當然都加上自己大了 算了 我們都是喝水算了 那我想問一條問題就是 因為很年輕其實都有膽固醇的問題 對 以你經驗其實 最好是多少歲到開始 真是正常 很定期 起碼都檢測自己身體 或者檢測膽固醇的指數 如果真是本身健康 沒有什麼長期病的 想出水煮出 我想最新的指引都說 建議可能40歲後 開始 我還是還沒試驗的 好厲害 因為不代表你的膽固醇很好 可能一驗你會說 八啊 你也行 還是想生嬰兒 好害怕 當然如果一些人有血壓高 本身有糖尿病 就更加應該定期炎 膽固醇這件事 其實是不是影響到心臟 真的 是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 始終心血管那個 當然除了膽固醇之外 血糖、血壓那些都是因素 剛才我們休息的時候 醫生都說過 譬如跑馬拉松那些 很健康 但是驗出來 其實也有膽固醇 很高 三條血管塞了 是嗎 有哪些運動 其實你覺得 如果你真的去做這些 劇烈的運動的時候 其實不斷檢驗自己的情況 因為通常很多時候 都不知道自己原來潛在 有一個問題 到爆了一件很厲害的運動的時候 通常都會出事 是 當然如果有些 做開運動 劇烈的運動員 有些人都會做一些 叫做screening的事情 例如可能最常見 就在跑步機裡做跑步測試 在跑步機裡跑的時候 有一些心電圖 貼著去看看 跑的時候 那個心電圖有沒有轉變 看看有沒有一些症狀 告訴我們 可能有些隱症的心血管問題 需要去更加檢驗 也有的 這個也是最常見 最普遍的事情 還有是不是有些痛症呢 例如那時候 我覺得身邊的人 都試過突然間 心臟病發 鬥了 其實原來他之前 忽略了一些痛症 經常以為是在背部 以為是不是被捕傷 因為可能就是很健康 有打網球的雜牌 有時候被捕傷 一些都不出奇 但原來發覺不是 一來就 你說真的 很嚴重的心臟病發 我想最常見的 症狀 最普遍的就是 心口癌 多數都是 初出走得急 可能追巴士 搬重的那時候 可能覺得癌 但休息一休息又沒事 可能同時 癌那時候 可能會流汗 作謀那些 那我們就特別 需要多留意這些 當然有時候 他的痛 有時候 有時候 到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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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是其中一個 我們需要留意的病症 我錯了清更正 我看那篇文章 就說 手臂 就是手臂 長期都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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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中風是可以的 所以兩樣東西 有時候都一起去檢查 穩陣一點 確保不是那些心血管問題 其實是的 最重要是 有個習慣 買保險也好 怎樣也好 其實應該從年輕 就已經保持著 檢查自己的指數 其實有很多 可能及早 無論是食藥也好 或者 從各方面治療 做運動 改善你的善食 其實你可能是 你可能真的可以 將來活到八、二歲 但是你可能要很早 最重要是健康 是保持著 你可能到五十歲、六十歲 的確還有很多東西幫到你 但是跟你三、四十歲開始 又差很遠 是同意的 我想飲食 其實始終膽固醇 我都覺得是 跟飲食都很大關係 飲食和做運動 做運動其實都是 建議可以的 當然是難的 每天做三十分鐘 但是不運動 另外你可以做的就是 起碼不要吸煙 就是主要體重 飲酒可以嗎 飲酒就適量可以的 所以其實都是均衡飲食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還有我最近做了一個講座 有其他專家醫生分享 就是現在我們直播 在這裡大部份的人坐在這裡 坐其實是健康的大極 真的走多兩步 或者站著 其實對身體積累積累 想想人生那麼長 只要你每天站多一點 其實是真的健康一些 真的 梁醫生你有沒有 每天保持30分鐘運動 我每天都行 我都一個星期 儘量有兩至三次 你想清楚就回答了 有的 真的有的 我沒有騙你 怎樣 大家關注一下自己膽固醇的問題 香港的飲食 或者生活習慣 其實都是我們的大敵 可以防止到其他心血管疾病 或者心臟病 今天再一次多謝梁細鳥醫生 多謝了 有機會再跟你聊天 好嗎 多謝 休閔 但是 观伴 有一支 trouble 好嗎 Только cil了 regió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